首先欢迎今天来参加咱们这个讲座的视频平台的所有的学生家长小伙伴们 咱们今天的视频的主题叫做开学在季你都准备好了吗 今天讲座内容一共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行前辅导 一个是选课的规划 行前辅导选课规划 我们会先进行行前辅导的部分内容 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本次讲座的嘉宾 行前辅导部分会首先由我润田老师来作为主讲 简单介绍一下我毕业于匹兹堡大学教育学专业硕士专业 专注于留学教育八年多的时间 然后是我们后半部分的讲座主讲老师林老师 林老师也是美国教育学硕士留学辅导规划的专家 从事教育行业也是八年多的时间了 非常有经验很资深 辅导国数百位学生 再简单介绍一下 林老师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谢谢任天老师的介绍 待会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选课规划方面的服务 好 再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后人教育创始人 陈航老师 陈航老师是后人教育的创始人 也是Napsa中国专委会的主席 同时也是后人许卓云老师工作室的总监 再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后人教育 我们后人教育是2010年成立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原起于 名字原起于 不好意思 许卓云院士的教育理念 后生利用人民爱物 这个是后人教育的名字的由来 那右上角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后人教育的官方网站 咱们也可以记录一下 然后登陆官方网站去了解更多详细的 咱们关于留学的一些资讯 那右下角还有一个地图啊 这个是美国总部 我们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地区 在中国还有两个分部 分别位于广州和北京 那后人教育多年以来 也是受到了各类的这个留学机构的权威认证 那就包括美国国际招生协会ARC 美国职业生涯发展协会NCDA 以及国际教育和博览咨询委员会的权威认证 那后人教育我们一直笔持的这个 教育的这个理念呢 就是学业加就业 才等于留学的真正的成功 那第一步我们进入了排名比较高的院校 是我们留学的一个比较好的起步阶段 那高排名的院校加上适合型的教育 等于我们学业上的一个初步的成功 那我们相信这个高排位的学院加上适合型的教育 再加上全职就业还有开启职业的整个生涯 那才是我们进入留学整个这个生涯的真正的成功 那后人教育是我们求学就业 一个立足于美国本土的支持 我们立足于本土 立足于美国资深经验 有稳定性比较高 有权威的认证 那后人教育多年来 可以提供我们留学生的服务 就包括本科的申请与转学 美国研究生的申请 双螺旋均衡培养 紧急情况的应对 学术应对 然后具体还有很多更多的这个服务项内容 包括我们的辅导啊 新鲜规划 然后很多美国技术家庭服务中心啊 等等这些的服务 我们也可以到时候去上我们美国教育的这个官方网站 去查看更多的信息和内容 公众号平台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包括这个陈航说流美 还有后人留学两个公众号的平台 时不时的我们每周在两个公众号的平台都会发布一些 关于留学的热点新闻 留学仿效的一些故事 之前讲座的一些回顾 还有一些留学生比较关注的一些热门的话题 比如说排名榜单啊 实习就业啊等等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那接下来就进行第一个part 行前辅导的内容 简单的介绍一下 行前辅导呢 行前我们需要准备入学前需要做一个哪些的准备呢 就包括入学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新的这个你所申请的新学校的新的规章制度 课程的设置是什么样子的 准备好需要必要的这个学习材料 课本大纲 那这些所有需要用到的课程材料啊 课本大纲都会在你新的学校的这个课程系统里可以找到 所以我们建议在入学之前一定要去提前去登录熟悉一下你的这个系统是什么样子的 包括哪些内容和老师发布的一些课程的信息 再就是了解一下新的学校的环境和同学 像很多学校他都会有一些平台上的这个学习交流群 留学留学生群这边也可以建议大家提前的去加入 然后了解一下学校附近的这个环境啊是什么样子的啊 学校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是一个入学前准备的checklist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去检查一下入学前是否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 包括你提前去激活你的学校的university id 你的学校 id和你的学校邮箱账号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都会通过你的邮箱去发给到你 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查看邮箱的内容去养成这么一个好的习惯 准备好你完整的成绩单 之前的成绩单 毕业证 学位证等等 可以准备一个复印件 到时候方便入学的时候 注册到学校报到的时候使用 查看好你是否已经申请好了你的I20 或者是DS2019 DS2019是针对咱们访问学者的这一万签证的学生可能会用到的 提前去查看一下学校是否对疫苗有要求 是否提交了必要的疫苗表格 还有来到学校这边申请的校内的住宿和或者校外的租房 租房这些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再有就是比较重要的课程的注册和选课 那这部分也会由后面由你老师详细的去讲解 再有就是查看你学校账号当中的学费账单和国际生保险是否已经支付 那很多的学校会将国际生这个保险融入到 加入到这个整体的课程费用当中 一定要去查看好在你入学选课 注册之前已经完成了保险套餐 保险的购买和学费的支付 以免你开学之前你的课程会被系统注销掉 再有就是去熟悉了解一下新生orientation的时间和地点 然后可以做好参加新生orientation的准备 好录学前准备好以后我们可以进入到行李的准备 行李清单以及注意事项 就包括材料清单 材料还是比较重要的一定要随身携带 包括护照一定要有效76个月以上 有效的F1签证 R20表格 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包括录取信啊 成绩单啊 采用力证明SEYS的收据 可能入关的时候不会用到 但如果一旦有疑问 你可以提出来做一个证明 疫苗的小黄本 体检合格小红本 这边也可以去 在第一次来美的同学可以准备一下 再有就是学校录取的时候 可以可能会寄给你一个录取包 录取包中的所有材料可以检查一下 是否有用 也可以携带录取包中的所有的材料内容 再有就是提到现金和银行卡这部分 现金我们不建议带太多的现金入关 因为超过一万美金是要报关 报海关的 携带这个在这个国内咱们办好亲属的这个双逼讯卡 就可以支持日常的消费就可以了 电话卡的话 我们可以来到学校这边附近都是可以办理的 很方便 电子设备的话 简单了解一下 美国这边的这个电子设备的电压可能跟咱们国内会稍有不同 所以例如这些电子设备我们就不建议 在这边买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太多的这个电子设备也不建议 纳入你的行李清单当中了 这里再强调一下咱们入关的时候准备的一些材料和入境的须致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咱们到美国有家长的陪同 那家长写B1B2签证 包括10年的这种B1B2签证 都还是需要去及时的更新EVUS的 入境时需要提供的一些重要的材料 包括护照签证 刚才也已经提到过 护照和签证一定要检查好它的有效期 核对上面的信息是否一致是否正确 包括I20学校发下来以后 也要及时的去核对所有的重要信息是否清楚 以及是否正确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 咱们一定提前联系学校国际生办公室进行补发或重发 入境前在飞机上呢 就会需要填写这个海关的申报单 海关申报单主要是针对有没有带各类的违禁物品 包括你的现金有多少 咱们就如实的去填写就可以了 其他的重要材料包括这些录取信啊 成绩单啊 财力证明等等 一般入境的时候 一般是不会需要的 不会需要到的 但还是建议把这些材料都放在一个单独的随身行李包中 这样方便去取用 不会就是物放入到行李当中 这样就是托运的话 你可能先拿不到 如果有疑问的话 你可能会耽误你的入境时间 入境的时候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 包括证件材料一定要准备齐 不要携带这个明令禁止的这个危险物品 包括新鲜的这个肉类啊水果啊 以及一些危险物品 这边我们就都不要去携带 现金不建议超过5000美金 因为最多是1万美金嘛 1万美金以上就需要我们去 如实的申报海关了 所以一般5000左右 是一般学生就会选择去贷 这么多的现金 然后等你抵达学校以后 去当地办一个银行卡 储蓄卡 就是完全够用了 再有就是入境的时候 面对这个入境的窗口 海关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们就是保持微笑 自然去应对 如实的回答就没有问题 一般问题都会比较简单 像是入境海关可能会问你 问你一些问题 例如你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学校专业是什么 带了多少现金 是否有违禁物品 那这些问题 咱们可以提前准备好 包括你落地以后 在学校的地址 然后学校专业 这些一定要清楚 过完以后就可以去拿你的行李了 在baggage claim里面 去拿到你的行李 仔细的去检查一下 你所有的行李 是否都已经拿到了 如果面临这个行李被抽查的话 也不要慌张 我们就主动配合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违禁物品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那顺利抵达美国以后 到学校 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到学校 首先我们抵达美国以后 可以先到学校完成注册 注册一般都是在学校的 国际生办公室 有的学校叫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Student Service 或者是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 这些名字 我们可以去学校 首先去熟悉一下 国际生办公室在哪里 然后完成报道 包括一些学生卡的发放等等 这些都会在国际生办公室来办理 然后我们可以在当地 如果有认识的小伙伴们一起 也可以在当地去办理附近 就可以办理手机卡 然后办理银行卡 都办理完成以后 包括你这个宿舍 都办理入住完成以后 就可以去了解Orientation 国际生Orientation 还有那个学校 学校会一般会有一个Orientation 还有一个专门针对于国际生的Orientation 这两个Orientation分别都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然后可以约上朋友一起 这个Orientation还是十分建议去参加的 Orientation其实就相当于咱们 国内大学的这个迎新会啊 但是内容可能更干货一些 在Orientation上面 学校会给你介绍一下整个校园 带你熟悉一下校园环境 了解一下学校的资源和服务 遇到问题都会去哪里 也有机会去认识更多你同专业 同学校的同学 甚至有一些 你可以去了解和Advisor去见面 可以和学校的学院老师见到面 这样可以与学生和老师更加 交流的机会会更加多一些 关于你专业课程的问题 选课注册 刚来学校一些环境啊 去哪里办理什么问题 都可以及时得到解答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抽出时间 提前至少一周左右的时间 抵达学校 然后参加这个Orientation 好那接下来是一些比较常见 然后之前第一次来美国的同学 会比较问到比较多的 一些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生病了 一般看病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费用大概是多少呢 那美国的大学一般会 学校就会要求国际生去购买 针对于国际学生的F1签证的这个医疗保险 如果学校没有这个要求的话 没有提供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去当地购买 国际生医疗保险的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医疗机构就包括医院的急诊 这个急诊顾名思义就是紧急的情况的时候 突发疾病遇到意外伤害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急诊去就诊 再有一般常见的就是普通的门诊 Urgent care这类的 会处理一些日常的头头脑热啊 常见的疾病跌打损伤啊 都可以去 一般很多门诊是不需要预约的 可以直接去就诊 再有就是校医院 校医院也会 很多学校都是有他自己的医务室 或者是校医院的 针对学生出现的一些常见的 这个身体不适 也可以就进到校医院去就诊 如果有明确的这个就医的计划 但是不是那么紧急 想要约见这个专门的专科医生 那可以通过你所购买的这个医疗保险 在保险覆盖范围内的医院 去找到医院的电话 或者是医生的联系电话 去进行网站或电话的预约就可以了 一般这个这类的这个情况 如果不紧急是可以的 因为预约可能一般时间会长一点 费用方面 当然急诊的费用一般是比较高的 门诊费用取决于咱们做了哪些检查 然后当然去到所有的医疗机构 去就诊的时候 首先都是需要 首先出示你的医疗保险卡的 然后预留你的有效的地址 你的联系方式 在一系列就诊完成之后 会将账单寄送给你 到时候会看到 如果有医疗保险的话 会一般这个账单会直接扣除你医疗保险所cover的部分 你支付剩余的部分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是账单上没有出现保险cover的部分 可以及时的去联系保险公司 或者是网站 网站一般都会直接提供你可以进行理赔的这个链接的 还有常见的一些问题是 一般出来美国的同学可能会问到的 一些常用的药在这边 药能不能带方不方便买 那药是不建议学生带太多药类的 尤其是含抗生素类的药品 可能会海关可能会有问题 会扣留 然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影响我们入关的速度 美国这边很多的超市 都是有专门出售药品的区域的 包括这个一部分抗生类 抗生素的这个药品 包括布洛芬啊 止咳糖浆啊 感冒药啊 都是很方便能买到的 其他的药物 可能需要医生的处方才可以买到 所以就是可以先去这个门诊就诊 拿到医生的处方 然后在药店去拿药购买药就可以了 平时的护照像这些非常重要的文件呢 不用随身的携带 可以在当地 平时外出都不需要携带的 如果是比如说出门 去短途的旅行 可以我们在当地可以办一个state ID 或者现在上飞机可能会需要的real ID 或之后有学生考虑去考 在这边开车的话 可以办一个这个driver license 这几个都是你有效的证件 比你带这个护照 外出可能会更安全的多 好 咱们留学生在准备赴外留学的时候会 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惑疑问 因为有很多的未知 像如何办理签证啊 选择航班啊 住宿问题啊 保险问题啊 行李准备啊 正在这些问题呢 我们建议咱们提早的去准备 通过向国际生学校的国际生办公室中心 去咨询 像之前已经有留学经历的学长学姐 或顾问老师寻求一些帮助和建议 提前的去准备 做好准备就不用太担心了 嗯 留学我们除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可能还会问呃 面临一些呃文化 未知的文化差异呃 语言不通的问题 嗯 为了更好去适应呃 新的环境呢 我们可以提前的去呃 一些线上的平台或者是网站 去提前的去了解学校的官方网站等等 这些去了解一下学校的新的环境呃 啊学校所在城市的文化啊风俗啊 包括一些基本的法律方面的知识常识 嗯呃 也可以去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这个文化交流活动 呃 包括很多学校这边都会有华人留学生的呃组织 像呃 中国留学生协会啊 这些这类的组织 我们也可以去积极的去参与 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有具体疑问 可以有呃更多的渠道会帮助我们解答 然后更快的帮助我们融入当地的学习 学习和生活 那接下来对针对于尤其是初次来美的 初次留学来美的学生呢 我们也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这个呃 呃行前辅导的内容呃 呃 科学院的主题呃 呃也包括这些大家可以呃 呃如果有需要的话 根据呃呃 呃各自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去报名的参与 可以更加详细的去解答呃呃 呃行前呃呃 呃来美国之前的一些详细的一些疑问 和困惑好那接下来是选课规划的部分呃 呃我们请尼老师为我们讲解 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选课规划方面的内容 这是我们选课规划的基本的流程 每次在跟学生进行选课之前呢 尤其是第一次选课的学生 我们都会强调一下选课规划的重要性 因为合理的选课不仅对于学生达到学术目标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 而且对于学生来说 对于你们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有很重要的影响 在确定了选课重要性之后 我们会和学生一起收集学生的具体信息 呃主要就是学生的成绩方面的客观的数据 还有学生的一些具体的选课需求 之后呢我们会明确学校的选课要求 制定出合理的选课规划 最后确定选课单 然后这是我们选课规划重要性方面的内容 选课规划为什么重要 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满足学术的目标 合理的选课才可以帮助学生达到自己的学术目标 比如说有些学生是有转学方面的需求的 未来想要转到别的学校 那我们每学期的选课都一定要满足转学学校的要求 如果是在四年制的大学 就是想要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 那同样的我们每学期的选课 也是要符合学校具体学位方面的要求 这些要求我们都会参考学校内部课程规划系统 比如说学位方面我们会参考degree audit 选课就是转学方面呢 我们会参考transfer automation planner 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信息 在了解了学校的具体要求之后 我们会合理的分配每个学期的课程 所以想课规划也可以帮助学生来平衡你们的课程的负担 帮助你们避免某个学期过度集中在某个领域 或者说选择了某些难度过大的课程 所以说合理的选课是可以帮助学生分散一些课程的负担 帮助你们保持好学习动力和学习效率的 这些方面其实对于尤其是初次来到美国 或者说刚刚进入专业 还有就是可能之前学习表现 遇到一些困难受到了学校学术警告 处于probation状态的学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举例来说初次来到美国的学生 我之前有一个学生他是美东的学生 他第一次来到美国 第一次选课是自己进行的 但是当时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嘛 对于美国这边的语言方面 还有中美学习方面的差异 以及学校的选课系统都不太熟悉 这就造成了他第一学期的选课 他选了五门课 然后其中有两门课都不是学位要求的课程 而且他还选择了一些包括哲学这种 就是难度比较高 对于英语专业术语要求比较高的课程 这也就造成了他第一学期的成绩 不是很理想 没有达到2.0 所以对于刚来到国外的学生呢 我们是建议你们 在符合学位要求的情况下 选择适合自己的领域 适合自己难度的课程 还有就是刚刚进入专业的学生 刚进入专业的学生也是有不同的居别的 如果是大三才进入专业的学生呢 那我们当然是要以专业课为主 但如果是大一或者大二就顺利进入专业了 那我们的选课一定要是通识课和专业课合理分配 这样的话对于毕业来说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还有就是我们受到学术警告 Probation的学生 对于这一类学生来说 选课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受到Probation之后 我们的选课一定要符合学校的要求 在选课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成绩达标 我们才可能消除Probation 也就是学术警告 恢复良好的学术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选课就没有符合要求的话 那很可能就会有被退学方面的危险 所以选课我们一定要合理分配 在满足要求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选课规划 帮助学生实现自己个性化方面的学习 和要求 而且合理分配课程的情况下呢 选课规划还可以帮助学生 实现自己个性化的学习 就是可以帮助学生探索除了自己专业之外 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是化学专业 他同时也是对生物很感兴趣 那我们第一次选课的时候 就是给他除了学被要求的课程之外 还给他选了一门生物方面的选修课 然后这个学生在经过了医学期的学习之后 发现自己对于生物确实很感兴趣 而且也很擅长成绩不错 所以在之后的选课呢 我们都是就是把生物逐渐发展为了他的修的课程 然后就是除了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修课之外 我们选课还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安全方面的内容 其实安全我发现是很多学生在选课的时候 好像不太会考虑的内容 但是其实在有些时候 对于有些学生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有的学生他们在进行秋季或者冬季选课的时候呢 课程开放的时候是春季或者夏季 那这个时期在美国其实白天是比较长的 就是天黑的比较晚 学生在选课的时候不会太考虑说比较晚的课会安全方面有问题 但是等到真正秋季尤其是冬季上课的时候 在美国有些地区天黑的比较早 那这个时候如果学生是自己上下学 而且如果住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的话 我们是不推荐六点以后的课程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课在规划方面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确实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在确定了选课的重要性之后 我们会开始收集学生的具体信息 首先也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学生过往的成绩单 如果是刚刚进入美国大学 刚入学的学生 我们是可以参考学生的高中的成绩单 如果是在美国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学生呢 就是已经上了 在大学已经上过一些课的学生 我们直接参考学生大学的成绩单就可以了 通过学生分析学生的成绩单 我们可以了解学生整体的学习情况 尤其是可以分析出学生是否有文理科片科情况 是否有特别突出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相对弱势的科目 如果有的话 我们是一定要把课程均衡的分配的 还有通过分析学生的成绩的变化 跟学生进一步的沟通 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学生是否有一些成绩不太理想的课程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安排一对一的老师 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提高成绩 如果成绩单方面信息不是很充足 那我们还可以给学生安排后人专业的学术水平测试 我们的学术水平测试是可以帮助学生分析出 你们当下的学术能力和表现的 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你们综合的学术能力 而且还可以分析出数学 还有英语方面的基础能力 数学和英语也是美国大学非常重视的基本的能力 当然我们还可以参考学校的入学考试 也就是Placement Test 还有一些标准化考试 比如说SAT 托福 或者雅思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分析的信息 在收集完学生成绩方面比较客观的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还会和学生沟通 了解学生在选课方面的需求 尤其是个人求学目标和一些未来的规划 比如说我们有些学生是有转学的需求的 那我们的选课一定要符合转学学校的要求 如果是有升学计划 比如说本科之后想要马上申请研究生 或者说有些学生是毕业之后就想要马上就业 这些也都是我们选课规划要参考的一些具体的因素 在收集完学生的信息之后呢 我们要去明确学校的一些选课方面的具体的要求 在美国每个大学每个专业 其实在选课方面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在明确要求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确定学校的学期制度 这对于就是刚刚来到美国 不太熟悉美国的学校的学生 可能是就是要稍微讲一下 美国的学期制度呢 就是美国大学的学期制度 主要是分为semester制和quarter制 semester制也就是中文说的学期制 学期制学校的学生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学年 分为两个主要的长达16个星期的学期 也就是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 在semester制学校的学生 我们是一般需要修满120到128个学分 才可以申请毕业 当然semester制学校的学生 如果暑假或者冬假想要上课的话 有合适的课程我们也是可以选的 另一类呢就是quarter制 也就是学季制学校 学季制学校是将一年的课程 分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 夏季同样对于很多学生来说都是 暑假就是会选择实习 或者做一些别的规划 而不需上课 所以主要的就是春季秋季和冬季 每一个季节一学期 quarter制的学校每个学期是10个星期 这类学校的学生一般是需要修满180到192个学分 才可以申请毕业 然后就是在明确的学校制度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入学生的选课系统进行查看 当然在进入系统之前 我们都会查看学校的日程表 也就是calendar 每个学校都会在课程开始选课之前 给学生提供所有的包括 什么时候注册 什么时候退课等等 截止日期 我们也是根据这些截止日期 来给学生规划选课的具体的时间 在进入了选课系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搜索课程的信息 注册课程 换课 或者退课等等一系列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制定出 非常合理的选课规划了 那在制定选课规划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再进一步了解学生的需求 其实在美国上大学的学生呢 目前是主要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呢 就是四年制大学的学生 已经确定专业的情况下 而且是没有转学需求的学生 我们在选课的时候 就是根据学校的degree audit 学位要求来完成通识课程 加专业课合理分配 这样就可以制定出每个学期的选课 那如果是四年制大学 还没有确定专业的学生 那首先我们会尽力帮助学生 尽早的确定专业 专业当然是越早确定越好 因为就是比如说有的大学 有的四年制大学 可能传媒专业相对来说比较好申请 我了解到有一个传媒专业 是学生只需要一个学期 修满15个学分 而且完成了他要求的 基本的英语写作 还有传媒基础课 成绩达到C以上 GPA达到2.0以上就可以申请进入专业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第一学期规划好选课 成绩达标之后 第二个学期就可以申请进入专业 还有的学校可能比如说计算机专业要求比较高 需要学生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积累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我们就是要 也要在第一学期就开始规划好选课 而且要从第一学期开始就保持好成绩 这样的话才可以保证我们按时的进入专业 如果学生对于确定专业方向的时候 就是确实是遇到困难了 那我们也可以同样的安排 帮助学生确定专业的学术测评 或者专业的辅导老师 来帮助学生逐渐找到方向 在确定专业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degrade audit进行选课了 还有一类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有转学规划的学生 也就是我们的转学生 那跟转学生进选课的时候 我们也是首先要确定学生最想去的学校和专业 然后通过这方面呢 我们来确定转学要求的先修课有哪些 我们接下来看转学方面的选课 对于转学生来说 我们选课是一定要根据转学学校的要求的 参考这些目标院校的具体说明 我们来进行选课 比如说选课转学生之中呢 有很多学生是社区大学 也就是想要在社区大学上两年 然后转到四年制大学的学生 那对于社区大学的学生 我们选课是一定要以 一般都是以英语数学和GE 也是也就是通识课为主 而且我们在美学期注册课程之前 都一定要确定 我们选的课程是可以转学分的课 比如说我们以加州社区大学转UC为例 这个英文部分就是UC官网 对于转学的社区大学转学的具体要求 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先完成这七门课 这七门课是要在转UC之前的春季 就要完成的 包括两门可以转学分的英语写作 一门可以转学分的数学 以及四门可以转学分的通识课 这四门可以转学分的通识课 是一定要来自列出的这三个领域中的两类 除了那要求的最基础的七门课程之外呢 当然在学分上 我们也是要选择更多的课程的 我们还要就是 如果是semester制的社区大学的学生 我们要上满至少60个学分 那如果是quarter制社区大学的学生 我们要上满至少90个学分 那semester制学校的学生 你们的60个学分里 不能超过14个学分是pass no pass的 那quarter制的学校的学生呢 是不能超过21个学分是pass no pass 除此之外 还会有一些转学方面的要求 比如说成绩方面 总的GPA 如果是non-resident 也就是不是当地学生的话 就是对于我们留学生的话 那你们要达到至少2.8 当然如果咱们的目标的 UC院校是非常顶级的 比如说UC Berkeley UC Davis Irvin UC LA 这些UC大学的话呢 那GPA当然是越高越好 除此之外 在转学的时候 对于选课可能还会有一些细节的要求 这些我们在选课规划的时候 都会跟学生一起去探讨 接下来我们在制定选课的时候 当然也要去搜索每门课的具体的信息 然后了解这门课具体的内容 对于不太熟悉美国课程的学生呢 我们会简单地讲一下 美国大学的课程 当然除了这三类之外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主修等等的 但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这三类 第一类就是必修课程 顾名思义就是 学生在特定专业或者学位计划中 必须修读的课程 这也是学生学位要求的核心组成部分 第二类就是通识课程 也叫通用课程 英文叫General Education 简称G1课 G1课呢 可能和学生的专业无关 但也是学生要完成学业前 必须修读的一系列课程 这类课程是美国大学 为了给学生提供全面的教育 帮助学生培养你们的 基本的学术能力和 综合素养设置的一系列的课程 还有一类就是选修课 选修课分为专业选修课和 非专业选修课 选修课就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个人兴趣或者未来的职业规划 或者升学目标来进行修读的课程 选修课不是必须修读的课程 在搜集课程的时候 我们还要再关注学生 在刚刚入学的时候进行的 入学考试Placement Test的结果 入学考试就是美国的学校给学生设置的 用来评估学生在特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测试 其实在美国大学主要就是英语和数学 这两个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能力 那通过入学考试呢 我们通过结果就可以分析出学生 可以开始注册的课程 现在美国大学不同的大学 对于入学考试都是有不同的要求了 有些大学的入学考试依旧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测试 然后通过分数来判断学生的目前的水平 有的大学就比较简单 比如说有些ICT这个社区大学 可能就只是self-guided placement 这样的一个入学的测试 那就是简单的yes or no的一些问题 学生通过自身的情况回到问题之后 然后学校就会给出一些选课的建议 还有就是先修课 先修课其实就是 比如说我们要注册一门微观经济学的课程 那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程 它会有先修课 图片之中就是Math080 就是一个先修课 先修课就是如果学生在入学考试之后 发现你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先修课的水平 那你需要先修读这门课程 之后才可以注册我们的目标课程 这个是我们在搜索课程信息的时候 会看到的所有的课程的信息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一门社区大学的微观经济学的课程的描述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课程的时间 还有日期 还有目前的座位开放术 还有学分评分标准 先修课等等 还有包括course description 也就是课程描述 课程描述也是我们要具体参考的信息 因为这里会给出就是这门课程所涵盖的具体的涉及的领域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分析出这门课的难易程度 如果说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说可能难度较高 那我们还可以安排辅导老师帮你们做好预习 还有就是一些额外的信息 比如说什么时候退课啊 什么时候可以注册课程 当然还有教科书或者能否转学分这方面的信息 都是在搜索课程的时候可以看到的 好 接下来 在制定了合理的选课规划之后呢 最后一步就是确定选课单 在确定选课单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学生去咨询一下学校的指导老师 也就是学校的advisor 在选课的前后 尤其是刚刚入学的学生跟advisor的沟通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advisor也会根据你们的未来方向 来提供一些选课的建议 但是要注意的是 学校的指导老师 他们不会太考虑咱们学生个人的一些因素 除非这个advisor非常非常的了解你 除此之外 一些学生自己个人的因素 还有教授方面的因素 advisor在推荐课程的时候 都是不太会考虑的 但是尤其是教授方面 因为美国大学的课程的教授呢 水平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选课的时候 也会根据教授的评分系统 来分析哪个教授是最好 最适合学生的 通过这方面我们才能选出最好的课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在建议学生的时候呢 advisor的建议推荐的课程 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做出很详细的分析 还有就是在注册课程之后 在开学后的前两周 我们还要去好好的去体验课程 因为美国很多大学在开学后的前两周 是非常重要的这段时间呢 是还可以再注册一些课程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是学生对于某些课程觉得不太适合自己 甚至是听不太懂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还可以退课 在规定的时间退课是可以退学费 而且对于自己的成绩单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如果学生自己感觉到可能在体验课程的时候 没法判断这门课 那我们还可以安排老师帮助大家分析教授发的一系列的课程的资料 包括课程大纲 教科书 而且还可以跟学生一起分析课程的评分标准 作业量 考试难度 甚至包括教授的授课方式 口音等等 这些都可以帮助学生来判断这门课是不是一定要留下 在筛选过所有不合适的课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确认最终的选课单 也就是确定这一学期的选课 好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呢 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选课规划的核心思想 在美国大学选课是 确实是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学生们达到你们的学术目标 满足你们的学位要求 有转学需要的学生呢 选课一定要满足转学要求 而且合理的选课可以帮助学生们来平衡你们的课程负担 探索兴趣 来帮助你们实现个性化的学习 合理的选课规划可以帮助咱们学生来获得丰富的学习经历 对于你们个人的未来发展 还有职业发展都可以鉴定非常坚实的基础 好 接下来 这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行前辅导方面的内容 我们最近学习经历辅导推出了一个offer 可以凭借这个offer 然后大家可以来领100美金的行前辅导的现实优惠 我们除了行前辅导之外还可以提供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选课规划 课程预期 简历修改 Top测评 F1Hire等等 包括我们就是画面中的这个留学管家 给学生提供我们的这个留学双保险 就是提供的服务呢 是包括量身制定学习规划 开学选课 定期走访约谈 还有包括成绩评估 学生总结 学业背景提升等等 当然还有包括我们的辅导老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服务 这是我们后人双螺旋培养途径 我们的双螺旋服务呢 是可以让学生同步提升你们的学习力 还有就业力 是可以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成绩 并且提升你们在未来就业中的竞争力的 这是我们下期讲座的介绍 我们每周都会有讲座 下期讲座是由何老师来为大家介绍 4S方向热门专业及职业讲解 加求职时间规划 所以大家如果对4S求职感兴趣的话 可以就是参加下一次的讲座 千万不要错过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答一环节 我看到之前报名表上有一个学生提问 是大一不定专业 接下来大二想进网络安全专业 大一课程中有两门课的成绩是C加和C 但是又不是网络安全的必修课 现在大二准备转网络安全 目前GPA达不到进专业的要求 请问老师 我准备重修这两门课程 想进专业重修是否可行 这是一位来自普渡大学学生的提问 这个问题非常好 但是我们在确定重修课程之前 建议这位学生先做两件事情 就是要跟Advisor确认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跟Advisor确认一下 这两门课是否是可以重修的 因为美国很多大学是要求成绩 要在C以下才可以重修课程 而且要跟Advisor确认重修课程 是否对自己申请进入专业有影响 那在确认如果是可以重修课程的时候呢 那我们还要再跟Advisor确认 咱们重修之后的成绩 是否可以覆盖之前的成绩 我记忆中普通大学 就是对于重修课程是 可以重修最多是三次 当然第四次第五次 如果有特殊情况也是可以重修的 但是要再去申请 然后在重修的时候 就是成绩是按照最后一次重修的成绩 最后一次的成绩会覆盖之前的成绩 但是我们也要和Advisor再确认一下 如果确认好确实是可以重修 而且可以覆盖成绩 那当然是建议这位同学 可以去重修一下这门课 因为这对于你们 你的GPA的提升 确实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个视频平台上面 也来了一些问题 咱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账号 也在帮咱们进行一个解答 我简单看一下 还没有解答到的一些问题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 电话卡一般一年多少费用 电话卡这边每个套餐 根据每个套餐不一样 你可以跟几个同学一起 办一个家庭套餐会是比较划算的 看你的使用和你的流量 再看一下你家庭套餐 一共有几个LINE 几个电话线使用 费用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可能这边当地一个月 两JB以上能够正常使用的 这个通话的电话卡 可能就是在50到100之间 这个费用详细的可以咱们到时候 到达美国以后跟这个同学一起去咨询 办理一下 我看到又有一个问题 在国内买一个美国电话卡可以吗 国内买到的美国电话卡 是正规的机构和渠道的吗 一定要确保这个电话卡落地 美国以后是可以使用的 这边还是建议咱们在当地 去办理一个这个电话卡 和小伙伴们一起 还是很方便的 也就是应该是马上就会 就会能够使用的 因为在国内我不确定 会不会这个不能使用的问题 杨阳又问到一个问题 卡梅附近的公寓安全吗 卡梅附近 因为我们就在本地嘛 有一些附近的公寓 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因为留学生比较多嘛 可以选择几个地点 如果有这个详细的疑问 可以欢迎来咨询 我可以给你推荐这个公寓的选择 怎么样向海关填写申报 这个填写申报是在这个 入境的时候 飞机上就会去填写的 这个海关申报单 我们还是就是 按照上面的内容如实回答 现金不要超过太多 不要超过一万 不要携带违禁品 危险物品 如实的去填写就可以了 有同学提问到 可以网上报道吗 是这样子的 疫情之后 尤其是疫情期间 很多学校就推出了一些 网上的这个 可以报道的选校 可以选择网上报道 学校如果给出这个选项的话 在网上办理一些相应的 可以在网上办理的手续 但是等到你抵达学校以后 我们还是建议你可以到 国际生办公室去 跟国际生办公室的老师 去确认一下我们所有的手续 都是办理齐全的 是否需要补充任何的材料 这样会比较的确认好 会比较的好 然后我还看到有说 这个一些药类的问题啊 带一些需要处方类的 这类的药物呢 有医生证明 学生需要的话 是可以少量的去带的 不要超过个人的服用剂量 因为一些像之前提到了一些 敏感的药物 含抗生素 或者是麻醉成瘾的这些药物呢 都需要如实的去跟海关去申报的 我们第一次去美国 在匹兹堡下飞机 去卡内金美龙大学 有半小时的路程 打车是否安全 咱们可以提前下载好 这个打车的 这个Uber或Lift的 这个官方平台的账号 到时候去预约 提前预约 这个按照抵达时间 提前去预约乘车 半个小时在匹兹堡 我们本部 后人教育的总部 就位于匹兹堡 匹兹堡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移居 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城市 还是要看你抵达的时间啊 半个小时的车程 还是OK的 如果是不放心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你乘车的 这个乘车的信息 到时候发给家人 当然你在这个 你落地匹兹堡了 那欢迎你来 我们这个匹兹堡本部的 这个总部的办公室来玩啊 然后跟我们当地的 这个老师去面对Mind 去交流一下 非常欢迎 我看了有学生问 老师请问 吸收入学买保险 是学校买好 还是外面买好 当然很多学校 其实这个保险 是要求的 国际生保险 是标志强制 你去买的是 纳入你的国际生费用当中的 仔细地去查看好 学校是否有这个要求 当然学校购买 是最好的 你学校购买的 医疗保险 你在学校的校医院 或者是门诊 就诊的话 会更加的方便 它cover的内容 也更加齐全一些 针对我们国际生 这个F1签证 学校的保险 会更全面一些 如果没有的话 当然就咨询一下 当地这个保险 网络覆盖范围 比较广的 cover的内容 比较多的 全面的这个保险 去购买就可以了 我还可以再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这位学生 比如说你确实有 家庭保险 在美国的话 然后你确实有 很好的选择的话 那是可以 就是跟学校联系 然后提供你目前 已经可以有的 保险的信息 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 wip掉学校的 这方面 健康方面的保险 当然这是在 你已经有 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 如果是 其实对美国这边 保险不太了解 那其实还是可以 选择学校的 健康保险 然后还有学生问 说卡梅学校附近 安全部 这也是要看学生 具体住宿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住宿的地方 离校区比较远的话 那比如说刚才 我们提到选课方面 那你确实不需要 就是选 就是也是不建议 你选比较晚的课程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他是住在学校 可能距离学校 要坐公车去 而且单程就需要 三四十分钟 然后他有一个学期 是选择了七点到九点的课程 他又是自己一个人上下学 那这个情况下呢 他在就是内门课上完之后 有一次到家都十点多了 所以那个学期 他都会有点担心 自己的安全方面的问题 所以具体是否安全 也是要看自己 就是对于学校来说 住宿的地方 还有你是否自己上课 是否有小伙伴 所以这方方面面 都是要考虑到的 视频平台的朋友说 他选课部分来晚了 没有听到 可以再讲一下 选课的情况吗 选课的这个干货内容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时间可能不是很充裕 有具体的问题 欢迎大家来咨询我们 详细的针对我们 个人情况进行咨询 对 后续我们也会发 讲座的录制视频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 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 一定要私信我们 或者联系学术歌 我们会安排专家 给大家进行解答 然后如果您的提问 不希望被减入 咱们的这个视频回顾呢 也请私信我们 我们这个选课部分 也是非常的干货满满 大家可能一直 直接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 去理解 当然针对个人的一些 个人情况 每个学生的这个情况不同 如果有更多具体的疑问的话 欢迎大家来详细的咨询 我们参与我们 一对一的这个辅导的 这个课程 都是没有问题的 欢迎大家 常来咨询 找我们聊天 也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皮子堡办公室 和我们交面对链交流 欢迎大家的咨询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了 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来参加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嗯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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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